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所示 有一個物體 就是一個小紙點 有一個繩子連接起來 這個是45度的 放在一個三角形的斜面上 這個傾斜角是30度 現在它問說 重力加熱度 許實 重力加熱度10公尺 神中的拉力 神中的拉力大小是多少 和斜面對小球的支持力 斜面對小球的支持力 因為這個是光滑的 所以它是只有正向力 m 那這兩個給你多少 那我們現在用拉密定理來做 這個是等於mg m的話呢 是多少 10公斤 m是等於10公斤 這是mg 那我現在用拉密定理 首先 這一個什麼呢 這一個 這個是30度 這個是同位角 30度 這45度 因為這個是等於要直角 45度 這45度 所以這裡啊 這裡是15度 這個是30度 這15度 然後這是直角 因為m的話 跟斜面互相隨直 所以這是75度 75加15是90 75度 好 那我就曉得 這個mg 除以這個sine 75度 等於多少呢 等於t t 除以sine這個角度 sine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幾度呢 這個角度是90度 這是90 90度加60度 這是60度 這90度 會等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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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ine這個角度 所以sine這個角度 這45度 45度加90 sine 45度加90 就是90 加45度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這個是等於4分之 根號6加根號2 這是cos60度 cos60度是2分之1 這個是cos45度 所以這是2分之根號2 好 那這樣我就曉得 這個tr t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根號6加根號2 4倍的mg 它再乘以2分之1 這是212 這是22 這是4 這個是10公斤 這10乘100 那我等一下有理化 我上下乘以根號6 減根號2 這4分之200 它乘以根號6 減根號2 45 20 所以是50 根號6 減根號2 這是張力t 他張力t算出來以後 那我就算n n的話等於多少呢 兩倍的 乘以多少呢 這2拿上去嘛 兩倍的2 兩倍的t t的話是這個 兩倍的50 更號6減更號2 兩倍的t 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2分之更號2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這是2消掉 7 issor Z 2 2 6 Hep 差ärke 2 8 5 4 6 或者說如果另外用一個外力拉這個小球 用外力拉小球 那麼能夠把小球拉離斜面的話 球最小的拉力多少 拉離斜面以後的話 這個斜面的重力就等於0了 斜面就沒有重力了 那斜面沒有重力的話 剩下這個是重力跟繩子張力 再加一個外力的話 三個力要等於0 那時候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這樣做 這個是AMG 這是固定的 然後斜面離開以後的話 這個角度方向都沒有改變 那這個T的話 方向是固定的 只是說它大小會改變 這是張力的方向 那T T 再加YF 這會構成一個封閉的三角形 好 那現在要使得這個F最小 使得F最小的話 你要怎麼取呢 就取這個 取F M跟T 互相垂直的那個力的話 M就會最小 等於是你在這裡 這一點 到達這一條直線的最小距離 最小距離當然就是這個垂直 那所以這個F F-mini 這個是等到 MG R-sin這個角度 那這個角度幾度 這個角度的話 就是這個角度 就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45度 因為我們曉得 這個是45度 所以這個也是45度 所以這個也是45度 所以最小值應該到 MG 340度 MG 340度 那MG的話 是100 這個M是10公斤 Z是10 這100 乘以2分之跟到2 所以是50跟到2 最小的外力的話 是50跟到2 最小的外力的話是50跟到2 最小的外力的話是50跟到2 所以要來做 我們可以拿到2 2 3